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貪婪韭菜,我是諾瑞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25分 那我們這是第二部貪婪影片啦 那如果說想看關於大盤分析的話就看 第一部 那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 分享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懂 不過剛剛仔細思考一下 好像還蠻奇怪的 不過如果說 能夠培養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相信 因為我是這樣子啦 我相信 對於這個 停損 這件事情 會比較可以去接受 因為並不是說 我完美的操作 那最終就不一定會失敗這件事 因為投資呢 應該說在股市裡面 就本來就沒有100%正確的事情 就像 你就算定投 定投0050 那會不會終究有一天爆掉 有可能 這個 阿貢打過來就有機會了嘛 對不對 這是股市全部都崩爛了 就算 投資一個再穩定的東西 就像前幾個禮拜的銀行股嘛 對不對 也有機會嘛 那當然 就是這樣 所以說 你只能說你去做對的事情 而不能說我做對的事情 我就一定能夠得到些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反而就不是這樣子去做運作的 那主要再講一下 就是我說 做壞事不會有這個 懲罰 當然啦 我希望有啦 但我看不見嘛 然後我自己個人 在節目裡面有常常在講說 我就希望有評有據嘛 又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烏龍派出說 就是那個 有一集阿良 亂丟垃圾 還是說是 迫害人家東西沒有講 然後會被一個那個 花山老爺爺是不是 那他扣分 對 我們又不是這樣子 如果說有的話 那當然要盡管來扣嘛 對那每個人都有一個評比的分數 但是沒有啊 就是沒有嘛 所以說 大家還是會持續做壞事 所以那 好事當然 一定是比較多的 也是這麼希望的啦 所以大家就是持續的 往這個 做一個善的循環 如果說我們撇除投資兩個字 那他是各種循環 你幫助別人循環 那你什麼什麼的循環都好 你對自己人 對自己小孩很好 你對自己父母很好 這個孝心的善循環 或是說 學習的善循環 什麼都OK啦 反正就是 心 就是要 穩定一點 就好了 OK 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大家聽得懂 然後我們這邊就來講個股吧 我們從那個 兩尾講到這個 定影投購 對 那 其實在一些 問個股上 其實 就可以看出來 我自己個人 我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到底 認真還是不認真 對 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 對那這邊就 不在話下啦 那我們就 來看 兩尾吧 那兩尾呢 之前算是一個 沒什麼動 而且我個人覺得我看不太懂 因為他前面這邊的一些壓力 那變成說 我只能看 目前的支撐應該大致上是在這裡 因為 打了兩次嘛 那當然現在目前離有點遠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一些 這個壓力有沒有對於後面造成影響 那我們看一下成交量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一根上漲 然後隔一天爆的 比他量還大 那這種 就算你去做進場 我個人覺得說 隔一天也是非常危險 那他隔一天是有去 往下插一根下影線 拉回 然後再過兩天直接跌停 這個是 主力這個 超兇狠的啦 超兇狠的 那目前 白色的線 看起來應該是有一些支撐性的一個存在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這邊突破啦 突破之後回撤 那開始呢 這邊看起來是有一些支撐的存在 這個地方也有這樣拉一個 類似像 破底翻 但他沒有翻上去 然後他失敗就掉下來 看一下 應該說呢 在觀察前面 還有主力自己在觀察的時候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主力有在觀察 但目前這個階段我自己個人看起來 應該 將整個大區間去看就好 我個人覺得啦 就是沒有必要 因為這邊曾經有一次這樣子 這裡有一個這樣子 這個 算是 原本呢 要來破底翻 結果直接被砸下來 對那當然你也可以說 我在這個地方去 去做進場 做一個打短的一個動作 當然也OK 不過 還是希望看得懂人再說吧 大家上這個 黃色線這個位置 那以他的一個區間軸來說 這邊是一個 大 大壓力 然後呢 這地方是一個 大支撐 對所以 如果說像這樣子 我們已經得知前面是這樣子 前面這一根突破 這一根直接 跳空開高 又比較追 不要 砸下來呢 爆大量 肯定是不能夠再去觀察的啦 對所以說如果說明天 開平盤 往下跌到支撐線上 那 你有心 你有想去看看的話 這是一個小時 我們這邊很明顯看到這裡有一個支撐的一個呼喚 但他只選擇在這邊砸盤砸下來 砸下來這個位置呢 下來嘛 打下來 打下來 那所以說目前呢 這個位置就非常有 機會 但 機會歸機會啦 你的這個 聽論價格會不好射 如果說是 假設 我要去射的話 我就會射這一根的 這個點 但是呢 他其實跟我沒幾%又要到達大支撐 這不好抓 這是第一個點 再來呢 要怎麼去判斷 譬如 下來之後呢 有一根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一個下影線 差在這個地方 剛好差在這個點 他可能價格 我隨便講 可能價格是落在 這個 69.5 之類的 那我的 這個位置呢 等他拉回去嘛 那我的停頓點 我可以擺在他下面一點點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 能夠看出 較短行情的一個停順點 不過目前都還沒出來 所以 有興趣自己去做觀察 不然就是直接 去做這筆單 這樣子 黃色線有興趣就去做嘛 白色線有興趣就去做 就看自己個人 OK 我們看看這個 中心電 OK 那中心電的部分 目前之前啊 之前是看一個 下降趨勢線 就是可能會走三角狩獵 但其實今天突破了 然後 並且是 在上禮拜五 看起來這個上影線 也沒有去打到這條線 所以 直接 上掉了 目前就看 區間 整個區間 那整個區間其實今天剛好收盤 這個位置收的蠻尷尬 大家看一下這個點 大家看一下這個位置是 我自己抓了 我不知道準不準 大家看一下這個 3月8號的9點 最高是 101.5 然後呢 這一個 3月8號的1點 那他最高是 101.5 一樣是 101.5 那再來看一下這個 3月29號的9點 也是101.5 所以三次打到101.5之後就往下跌 而且是 這個地方是由一個 打到立馬往下轉的一個 一段行情 那今天收盤收多少 101.5 所以說 他這收盤到底收成功還是失敗 不知道 看到沒有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否成功了 那他支撐我就會可以往 這個地方抓一點 這樣子 他支撐應該因為這裡有 我測試過 3次 都是不同波的3次 1 2 這 這裡 3次 4次 這根算進去的話 4次 4次 大概是93.5左右 那今天這個101.5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突破呢 真的不知道 還說他的支撐其實是在這裡 支撐其實在這裡 是這個100.5 這樣子 那 不清楚 我只能講說不清楚 所以 如果說啦 我只能說如果他 跳空開高 再往下的話 或許我會考慮 或者是說 等他清楚一點 想上去 明天再來一根收盤 刷104 105 再下來 再考慮吧 因為這邊卡得蠻尷尬的 我不知道是100.5 還是101.5 那就算是100.5的話 也只長 大概多 5%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位置調整到 三根散影線的位置的話 就是 有壓力 那我們調整下來這個地方其實也蠻 有 機會試 因為這邊站著去細數 這幾根一個小時的K嗎 應該起碼有10根啦 10根碰到100.5 就 沒有再上去了 收盤也沒有收過 對應該說今天的收盤是收了 短期之內最高的一次 以 以小時K來說 因為這根是 跳空開高 往下砸盤 所以呢 可能真的有一個情緒去往上帶吧 但 不是那麼確定 不是那麼確定 要嘛就是說 就是在今天尾盤 就是一個 直接做進場 那要嘛就是 等待確認一下 這樣子 當然還沒買進的人 你可以考慮明天 開盤的時候啊 看他開盤開 開高開低嘛 開低肯定就不行嘛 當然是開到往下砸的時候 往下一股賣壓的時候再說吧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這一個是 星光鋼 那星光鋼這裡 他的一個 破底翻的旅程呢 看起來好像有點要結束了 看起來要結束 所以說 這個地方如果說真的有去做到單 其實我不會忘記之前怎麼講 不過 之前這邊破底翻 那翻上去成功了 成功之後呢 如果說 你是在 等待這邊的話 我個人覺得他這根還不算真正 意義上的跌破 對所以說這地方或許還是支撐 那當然啊 他轉到來這地方的時候 到前高點 如果說你原本手上的持有的話 建議先買一點掉 因為前高壓力很常就會是一個壓力 不管他是大壓力還是小壓力 如果說盤勢不好的話 打到小壓力 往下再崩潔機會 還是有 如果盤勢不好的話 所以說目前 個人的看法應該是 這樣 恩 那現在的支撐啊 這裡打了 一根兩根 比較難抓一點 這邊的位置比較難抓一點 這邊就不抓 這邊到達應該也不會考慮去做單 目前就看這樣子 OK那看一下 台嶺 台嶺也是 往天上飛的 那已經很久沒有看了 大家看一下 那 目前看起來其實就是有壓力啦 這應該不用特別 做說明 然後這邊拉到這裡 OK那就這樣子吧 就沒什麼特別 然後呢 再往下砸到白色線的時候 我的話 我現在的做法 我應該會 等待有一些 恩 就是有去測試過再看 因為這一條線沒有到 那麼的 明確 對所以如果說你 原本手上持有 這一檔的人 你應該是在 那個眾多上影線的地方 先賣一點 就是說 你不會從頭抱到尾 你至少會先賣一點 你就要賣到今天呢 我個人覺得也是合理的 我到這邊我就不看均線了 對所以 個人 抓不到 抓不太到他下來的支撐 只能說要再一次去做觀察 對那季線 看一下一些均線 你看如果說你是 時日線要做金場 直接白白掉 所以個人就沒有那麼看好 均線這個東西 好 那現在可能 疊下來有可能疊到 月線 我不曉得會不會啦 不過 一樣啦 我不會考慮說 什麼 時日線啊 我就去接 接完之後 跌破我再接月均線 月均線跌破我 我再接季均線 這樣一路一直接下去 我覺得不是一個 很好的看法 因為 這解釋起來 也不算複雜 但有點懶得解釋 因為如果說 就一個解釋嘛 假設月 月線呢 在 在這個點 在這個點 然後你跌跌跌到這邊 月線呢 有撐嘛 感覺是月線 有在看均線的人 月線應該會有支撐嘛 然後你去接 接可能反彈一天 之後就砸下來 砸下來到這個點 好 那砸下來到這點的時候 你說跌破這個月線呢 那我去出掉 OK你出掉了 停損了 停損之後呢 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不是說 假設他是真正的支撐 假設他真正的支撐的話 他還會反彈 反彈反彈 彈彈 然後慢慢的 慢慢走 走到這個月線呢 可能這月線呢 彎過來 找到月線 或是說這邊搞不好是一個前高 然後 原本你應該是要去 賣掉什麼之類的 那 或者是說 你就是這邊都沒有做進場 白色星你沒有做進場 你在等待 季線 季線好了 慢慢的彎上來 也在彎到這個點 然後你再去接季線 又跌下來 又跌到這個地方 然後才又撐起來 對所以 我覺得主要啦 主要我個人覺得啦 還是要看支撐 因為 你能想像 如果說這個阻力呢 他其實是 根本就沒有在 管這個線 人家早在 他下跌的這一段 大量的做進場 這邊才是要真正佈局點 那你就去看那個季線 不就冤大頭 你搞不好要看年線 因為這邊的盤整盤整了很久 或是說他 其實在這地方是盡情的收 收集衝 或者更講扯一點 他在這邊 在這邊上場的時候買一堆 然後這邊也是買一堆 那拉上去呢 他跌破月線 跌破季線 跌破半年線 跌到年線才反彈 那你這個看均線 你能夠每一檔都能夠這樣去 做一個比較 有平有趣的操作 比較難 所以目前 支撐不確定 那壓力 看起來應該是在那個區塊 好 那我們就講 天羽 忘記拿號碼 看一看都忘記了 OK那 天羽的部分其實就是 無聊啦 就是 每當我點進來 線圖不需要做改變的時候 就是無聊 所以說 這個線圖 基本上再看個一個月 我覺得搞不好沒問題 那我這邊就不抓一些比較細微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細的部分 大家應該也不會操作啦 比較細的部分其實 也可以講啦 大致上可能 可能 Maybe 他的這一區塊 是一個 小短壓 那 會不會其實 他突破過後 這一根就已經斬過了 他這根陣一陣之後 又往下點 有機會 所以這個 比較短的我們就不看 我們就看大的 大的去線上 就 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 對 如果說你找 有認真的話 其實這個不用問我啦 因為 圖沒有做任何 不需要做任何更洞 對不對 就也不需要問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金雀 那金雀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邊有寫這個入場點 大家看一下是3月22號啦 3月22號在哪裡 是在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說 我是說 這個地方可以去 解解看 那接上來呢 這個點到這個點 拉出去幾%呢 其實好像也沒有很多啦 拉出去大概7% 然後今天有點跳空 往下去墜 那 這個往下去墜的 這一個 點呢 有可能 他今天呢 呃 因為有一些人 講真的就是有一些人 看盤他會把 下影線 比如說這是57.1 然後這是 今天最低是56.8 那他就會故意把這個給打掉 把這個低點 打下去 那有些人就會把 呃 原本的他這邊下的多單 上面下的多單呢 就看這一根 打下去的這個 大概是57.1 他可能是57 那今天有點刻意把它打掉 對那 這個地方到底 究竟 是有沒有機會再反轉 我個人覺得以 以這個 趨勢線來看 可能還有一些機會 然後再以 這個 這個 提損價格 因為我們做波段呢 我們會拉大概3到5% 今天也還沒有到 今天最低是2%啦 所以說 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他直接 做 這樣子 回車直接做一波大反彈 反而是 在這邊再套一些人 再往下砸 這個砸呢 可能真的 非常有機會是 把這個 洗盤 我只能說 如果說 我做多話當然是希望他洗盤 所以說個人是 並不覺得說他失敗了 但 也沒有一個 很明確的方向說 他一定會 再次往上走 這樣子 對所以 整段行情目前看起來就是 岌岌可危 但又覺得搞不好是一個 潛在的機會 如果說你現在手上沒有任何單的人 或許這是一個機會 當然啦 就是還是要設好停損 還是要設好停損點 那比較簡單的設好停損 你可以抓 可能抓這邊低點吧 或者說抓這個地方 那看一下他的 因為他的上升趨勢線 其實我沒有到 沒有到很明確說他已經成了主 對應該這樣講 只是說他只是拿來看說 現在整段趨勢是 左下 右上 但是沒法來當作他的支撐 個人覺得 個人覺得 就是 我並不覺得說這條趨勢線 可能會有所撐 只能說拿來看而已 可能下一次他下來的點 可能會到這裡 但這個點又不是一個 真正的大支撐 大家懂意思嗎 就是說他這個點並不是大支撐 這個白色線我才認為說是一個大支撐 這邊是一個短撐而已 對 對 我還來看一下這個大伯寶 OK 那這檔其實還 蠻慘的 也不能說慘 就是現在鋼鐵股 在上禮拜的時候 有說啦 就有說覺得好像有一些危險存在 對 沒想到 剛剛前面講星光鋼 然後這次又講這個 看起來都在往下跌啦 所以 他本身這檔也不好操作 個人覺得應該大致上只能畫 這樣子 就是說現在的格局就是 這裡是一個區塊 這裡是一個區塊 然後呢 上面這裡是一個區塊 上面這裡是一個區塊 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今天啦 今天的這個位置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因為 有亮 然後收盤收得算還不錯 然後K棒也還不錯 所以個人覺得 這個位置感覺上 簡單的設一筆 停損的話 就設這邊低點 大概一點多趴 然後或許有機會拉上去啦 但他其實就是 要拉上去呢 他也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目前可能這裡先看到這裡吧 一點多趴 然後拉上去可能4趴這邊 目前就這樣看吧 是有做多機會的 大家自己常常拉吧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聚合 各位那聚合也 很無聊啦 就沒什麼特別 那一樣啦 停存價格我覺得 在經過這麼多次的那個 反復做這邊做測試的話 個人覺得 就簡單一點啦 你可以射 要嘛這射好射嘛 射3趴 要嘛這射 這根下影線的一點點下來一點 看自己個人 看自己個人 那基本上沒有特別行情 圖也不需要做人有更改 那我也不知道後面會上漲還是下跌 對都不知道 那就是一樣 做買在支撐 你就不會有那麼太大的煩惱 什麼意思 如果說你買在這個點 好嗎 好啊 如果說之後 長上去當然好啊 那如果說 再跌到這裡來 哇 這到底幾趴啦 20趴啦 所以 我們 才在講 你就是買支撐嘛 那 持續作罪的事 剩下交給老天爺 老天爺這邊 多一個 主力啦 其實我們老天爺只是主力嘛 你也不知道這個主力 要不要 要不要幫你往上拉 我們交給主力嘛 就是這樣子 OK 我們看一下 字帽 那字帽我本身沒有到特別喜歡 因為 他的結構 其實就是 呃 我覺得 股性上 就很像 核大 然後 同志那一類的 就 拼命的盤整 拼命 使命的盤整 那 我覺得他的價格 你當然 你做進場就會覺得說 好像也沒賠多少 就比較安息 比較心肝 但 對於我來看的話 我會覺得說 這個錢就是 直接卡在這邊 很浪費啦 對啊 那 對於這一檔 其實在之前付盤 也有講過 一模一樣的東西 圖子要不改變 就是一模一樣 你就回去看 那一部的講解 就ok了 就是 有沒有用心 有沒有用心在 這個點 我就非常看得出來 因為圖沒有任何改變 也不需要做改變 那就是看你自己有沒有用心 在看 我的復盤影片 那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之前也有做一個破底翻 翻上來 這根有機會 直接往上拉一段 拉上拉一段之後 大家覺得 佳亮起掌 歡呼打鼓 砰砰砰 滑了下來 所以 看掌才追的人 這個就是 比較容易被當韭菜哥 我們看一下這個 蘿莉芬 這做什麼 美容 是不是 美容 美妝美容 看一下 OK那 哇 他這個三線曲線 還真的 準 對 自誇自擂 因為 因為這個 好像超久之前畫了 那希望你是沒被掏在裡面 我這個 這個連這個 我之前把他刪了 超久了 大致上可能是在 去年12月的時候講的 這邊 或是說1月初 因為是我三一下 這個 每天復盤的那個群組 不是群組啊 就是他的那個 頁面 OK那 那時候看其實就是在看成一個 大的上歇形態 對 然後 目前看到現在呢 應該還是保持不變的形態 那 可以看到他每一次爆大量 基本上都是 下跌 這邊爆大量 下跌 爆大量 下跌 爆大量 下跌 所以 如果說你看到爆大量的話 該閃就閃 你看到這個地方也是爆大量 每一次喔 不誇張 只要是在近期以來的 大量 大家看一下我指 8月30號 10月25 12月7號 12月28 2月23 爆大量 必跌 爆大量 必跌 所以 目前對於這檔 我點進來他的線 我記得蠻久之前 都 蠻有之前畫的 所以 個人對於這檔沒有任何的一個興趣 那成交戰術很少 而且這又是YT底下的留言 我更不想講 對 OK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圍影吧 嗯 圍影呢 哇圍影已經飛上天了 重畫 嗯 他的一個 大支撐應該是落在白色線 看一下 然後 他也蠻 就直接把這邊的高點當作另外一邊的支撐 就差不多啦 差不多 可能1085之類的吧 我只是因為這邊超多下影線 所以大致上 就這樣吧 如果說有再回來的話 那基本上今天已經往上噴了 所以 這個往上噴了你問我 我也 不知道應該是在哪裡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呃可以在這個地方去考慮 對當然我個人 比較建議是有一些破底方結構呢 你在做天場 那你不需要等一天喔 等一個小時 我就是更加確認 check 我比較希望是可能 砸一次 再回來 然後這邊插下去 然後收回來 我們再收回來這個當下 可能就覺得在往上創高 因為 有時候呢 就會給大家一種 預設的心態 預設的心態說 可能會砸到這個地方來喔 然後就會往上 往上走 當然這邊也有逆勢的 你看這邊給你預設心態說 可能會更低喔 可能 我可能設在這個地方 那他其實在往上砸一點 他就可以把這邊 這個 這裡 這一段 到這一段的 做多彈的人 全部洗掉 因為 蠻多人會 設置 設壓 設置撐 會設在 停損價格 會設在這個底部 那基本上主力 有意想要打這些人 就在打掉 那這根這樣子 殺下來 再抽回去的情況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他就是一個 主力 互相在追加 那 沒有要讓他掉下來的意思 就好像 我剛剛 上一部影片講的 你看到這個點 他並沒有跌到這個支撐 就直接 彈彈上去 這邊就是 大家都要看這個 大家都要看這個位置 那 基本上 可能就 不會有讓他下 但是 但是你在當下 你要怎麼知道 對不對 你要怎麼知道 所以你也是看他收線 收完美的 你才知道嘛 對啊 我讓他大致上是這樣子 這邊就噴上去了 所以 相反就是追高了 當然你沿著 五日均線操作 我是沒什麼意見 第一根嘛 我是絕對沒什麼意見 OK那看一下 這個地影投貨呢 在 3月29 出貨 出貨 拉過來 我們去看一下 如果說有反覆測試 讓我們得 得到這個支撐 得到壓力的話 那可以知道 這個點 4月6號9點 跟我們今天早上 4月10號9點 我們打到哪個點 打到了23.75 這邊打到了23.8 就馬上回下來 收線 然後呢 在今天早上11點到12點的時候呢 收盤依然沒有過 然後呢 在 圍攀 對最後這兩小時 一個小時半 衝上去 所以 這邊我們得到一個想法是 可能 Maby Maby他的支撐是在白色線這裡 Maby 那就看看吧 因為 他其實在短期時間爆大量之後 今天又能夠這樣子往上走 代表著 我們只能想像 我們當然不知道 我們只能想像說 可能是 A主力 倒貨給 B主力 B主力 趁今天盤勢還不錯 往上拉 而不是A主力 倒貨給 A B A B C D E F G 到Z 閃户 不是倒給閃户 而是倒給另外一個主力 主力呢 震盪 震一震 下影線 梳上去 下影線 梳上去 下影線梳上去 往上 當然現在看起來 我講的東西全部都很像石頭論的東西 不過 如果說你要 考慮的話 你可以等待 K棒 天的部分 再走出來幾根 要嘛就是直接去參考 一個小時的一個 這個K線 然後去做觀察 這樣子 大致上可能是 弱外白色線 支撐的部分 對 那當然我覺得 你要 做破體翻 或是你要直接去做進場 都可以啦 只是說 你進場 當下 知道自己做什麼 是最重要的 OK 那我們今天 這個第二部影片 就到這邊 那就是 希望大家操作順利啦 因為 其實現在不難操作 基本上都還是 回檔去做多 大概率都是往上 不要買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股票的話 然後我個人覺得就 有機會 像這個 蘿莉芬我就非常非常不看好 主要量少 然後又是 又是這個升級股 所以 可能要 如果說行情一個轉變 他要再復甦回來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要回到原來的點子 非常困難 尤其是 這個就是這個 觀眾問的 對 世貿跟蘿莉芬是 然後其他不是 OK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 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 再見